在东莞市沙田镇 纵横交错的河道编织起一张细密的水网 这里是当地淡家人的聚居地 随着时代的进步 有着水上居民之称的淡家人早已上岸安家 对郭望帝和陈炳全老两口来说 总是无法忘怀昔日的水上生活 赶上捕鱼机 夫妻二人就会在家门口的小河里捕鱼捕虾 郭爷 陈叔 你们好啊 你好 我跟郭阿姨约好 准备去见识一下淡家人的捕鱼绝活和烹鲜秘籍 咱们这个里头有什么鱼啊 有螺飞鱼 有螺飞鱼啊 那螺飞鱼咱们一般在什么地方能找的呀 在这个岸边这个草片这里呢 在这边就有是吗 那你们是要在这儿下网还是怎么找它呢 下网呢 几十年的捕鱼经验让陈大叔对水下鱼儿的活动了如指掌 他说网飞鱼喜热怕冷 在二十到三十摄氏度的水温中最为活跃 于是夫妻俩就顶着中午的大太阳出来撒网捕鱼 也许是对鱼儿太过了解 陈大叔将长约五十米的沾网下去之后 回头说网的时候就有了收获 有一条了是不是 那条 个头还挺大 又有一条前面 又有一条 看着眼睛还透亮的感觉是吧 罗飞鱼是广东地区最为常见的鱼类之一 它肉质鲜美 鸡尖小刺不多 粤菜厨师精通它的各种烹饪方法 鱼片既可以在沸水中烫至微卷 淋上酱料 吃其脆爽的本味 也可以用热油激发鱼肉与辣椒的香气 鲜嫩爽口 而罗飞鱼鱼皮可以用来凉拌 脆韧弹牙 在淡家人手里 新鲜的鱼虾也会被制作成干货 追求其另一种风味 那么淡家人会有怎样独特的烹鲜方式呢 这个三鲜鱼用来做炸鱼煲 新鲜的做炸鱼煲是吗 对 那这个鱼肝呢 鱼肝呢 这个五花肉 五花肉 把它翻出去蒸 罗飞鱼肝先要浸泡回软 在郭阿姨的淡家烹鲜秘籍里 五花肉跟水产干货是绝妙搭档 五花肉沾满酱油 铺在鱼肝和虾肝上 再淋上一勺广东人最爱的花生油 点缀少许姜丝 胡阿姨说 五花肉蒸鱼肝咸淡适中 颇有嚼劲 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下饭菜 而接下来的杂鱼包更加精妙 水开之后下鱼 然而这盘子里的鱼可不简单 第一条这个罗飞我认得 这条呢 凤尾 凤尾是吧 这个是咸鱼 咸鱼是不是 好 那大概要包多长时间啊 我看了这个眼睛突出来了 眼睛突出来了 就这么好了 对对对 大小不一品种各异的鱼凑在一锅炖煮 这种鲜上加鲜的味道叠加 让简单的杂鱼包有了不简单的味道 将亲手捕获的食材做成美味 与孩子共享晚餐 是老两口期待的开心时刻 但美好往往也会事与认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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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